一走进黄飞虎的真实世界 二组介绍围绕黄飞虎而产生了文化成统 包括电视、电视、小说、乐剧、文化 表演马当要开始了,大家口诈啊 2001年以黄飞虎为题材的电视已经超过了一百多 创下的世界急于肆进了 火山黄飞虎已深入人心、燃營世界 中黄火树远远流长、博大精深、闷害众多、内涵 为了让观众对黄飞虎的选述 以及断断火树有所忘记 黄飞虎接下来请了这场夜 独杀黄飞虎武术队 黄飞虎武术队是一支装饰黄博 竞技精湛的武术展示队 希望她的精彩的品质 能让你展开想象的赤膀 领略黄飞虎武术的芬采丽 现在有请火山黄飞虎武术队 为大家做精彩的武术表演 做好了啊 你要不要认识 嗯 你做得多些 做得多 哈哈 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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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 你们好 欢迎参观 特三黄飞虹纪念馆 黄飞虹 是青红年初时期 特三黄飞虎武术 是南海红拳的一代重视 他的一生 充满着 传奇色彩 成为 艺术创作 恒狗的主题 黄飞虹纪念馆 在2001年1月建成开放 本子建筑的特色 是在演了黄飞虹所生活的年代中 佛山池塘式达区建筑的风格 纪念馆的曾经内容分为两大部分 一个是介绍真实的黄飞虹 观众可以透过分配的实物和资料 穿越时空走进黄飞虹的真实世界 而是介绍唯一黄飞虹而产生的下产品 包括电影、电视、小说、原剧、漫画、幻画等 做得挺挺挺挺的 2001年要黄飞虎武术提出的电影 以兴致华武术提出的电影 从来坐世界加迪斯基督 发生黄飞虎武术提出的电影 中华武术远远远长 光大中生、容泰正当、内涵丰富 为了令到观众对黄飞虹的电影 以及各个武术有所了解 黄飞虹的电影馆组织成立了 佛山黄飞虹武术队 黄飞虹武术队是一致朝起蓬佛 技艺征赞的武术演员 希望他们尊重的演示 可以令到你展开选族的视频 领略黄飞虹武术的精彩命令 现在有请佛山黄飞虹武术队 为大家做精彩的武术表演 请欣赏壮大拳 请欣赏壮大拳 壮大拳是一种传统拳术 属于红拳前古古体系中的一套古老的套物 特点是实用一拳 不上花甲 短桥寸镜 高马快步 攻防体系演绎 是红拳古老套物中的典范 以日红拳前古古体系中的攻防核心技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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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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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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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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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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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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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